撞出來就是 安鬆居家的感覺 其實 好 每次去買完Gurcery 我的手就會變成這樣子 把這個的東西放在一起 把這個東西放在一起 把這個東西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吃 肉攪拌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把這個東西放在一起 也很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消息就是我今天成功的睡到自然醒 成功的睡到了中午12点半 然后再起床 well 如果你说起来是醒来的话 那就是12点半 但是你说起来是真的起身 然后下床的话就是1点钟 对没有人想知道 我今天起床之后就先去超市买菜 因为我今天晚上打算要来煮一个 我也是心心念念很久想要做的东西 然后我今天晚上要发一支影片 所以我等一下要再检查一次影片 然后画thumbnail 然后对 我今天本来打算要出去走一走 吹吹风 但今天跟前几天的天气一样 都是 就你知道下雨吗 然后就有点湿湿粘粘的 所以我今天理直气壮决定 我要待在家里 对 跟大家聊一下 我最近呢在跟一眼讨论 我们下一次要见面的时间 当然现在还没有决定嘛 因为我们到现在也快要一年半没有见面了嘛 就时间其实真的很长 虽然说我们两个现在很稳定 可是我觉得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 然后I'm just gonna be very honest and very raw about all this 现在是这样子的状况 我在香港 然后他在美国 如果一眼来香港 然后他要quarantine三个礼拜 如果我去美国的话就不用quarantine 加上我的工作比他的还要弹性 所以怎么样都是我去美国找他会比较合力 但是为什么会拖这么久 就到现在一年多了都没有去找他 其实 首先疫情在全世界都冷静下来之前 我觉得没有什么平不平静的问题 就是他都还是很严重 他都还是一个很大的concert 第二个是我觉得我的身份需要更小心一点 那我不是说我好像是一个多厉害的人 或是一个你知道多大的channel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会觉得在这个非常时期 好像为了自己的一点小亲小爱 然后就硬要travel啊 或是要怎么样啊 然后我自己会觉得 就我自己也会很怕说 如果一个不小心然后怎么样会 你知道影响更多人 或是造成别人的麻烦 当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比较极端的想法 可是我的心里会一直 有这个声音跟我讲说 不然再等一下好了再等一下好了 对所以就一直拖到现在 但时间越拉越长就真的不知道 这个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 整个世界什么时候会再回到一个正常的秩序 在这个情况下我就觉得 以我的能力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把它做好 需要quarantine就quarantine 需要vaccinated我就vaccinated 就我想要把所有防护措施跟 就是规定都做好 然后我可以去找他 虽然可能还是有人会觉得说 这样子你很自私啊很怎么样 但总之这个是我接下来的一个 很大的决定跟目标 就是我要去找一眼 至于时间其实我还没有决定 因为也是要看工作能不能够得上 因为我知道10月11月跟12月 是我工作上最忙的时候 所以我想要在你知道12月那波忙完差不多 然后就去找他这样 然后假期也比较长嘛 希望大家可以谅解我在这个 非常时期还想要旅行的这个念头 对 然后我最近很认真在想我的职业的下一步 到底要做什么呢 不是说我不喜欢现在这份工作 而是我觉得好像快要30岁了嘛 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想在30岁以前做完的 我之前应该有跟你们讲过 我之前突发奇想想要去韩国念书 我现在这个这个念头其实消失了一阵子 然后最近又重新回来了 但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我就觉得下午去学校很长时候要远距上课 好像也不太值得 我也有想过自己有一个小小的brand 或者是就自己试试看全职作创作者 这些都是我脑子里面有时候会出现的想法 至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然后可以你知道很开心很自在的拍YouTube 然后跟大家一起生活 好cringe喔 但是无论我下一步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还是会透过影片知道的 对毕竟 毕竟我的生活大概有70%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子了 你知道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英文都还算是蛮有自信的 毕竟我也曾经在你知道全英文的环境下面生长不是生长就是生活过四五年的时间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你知道口语这个东西是难不倒我的 虽然我的写作跟文法很差 但是至少我觉得沟通上面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这点 但是我最近收到一个英文学习APP的邀请 然后上去做了他们的测验 因为我在公司休息时间的时候测的嘛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Witty进来看到我就是边测边一脸很受打击 一定想说这人到底在干嘛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APP叫做LingoChamp 它是一个有AI技术支援的英语学习APP 那他们主要是针对口说的部分 那整个学习的过程大概就是他们会先播一段 有母语人士发音的声音之后 你再去shadow 再去模仿他的那个发音 然后他们的AI技术就是再去侦测说你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会highlight起来让你知道 点进去跟Alex聊一下 哦 我们来一个 discussing a promotion How is everything going? Good Or you can say can't complain which means you are fine If you get a higher position at work What is this called? I get a promotion That is correct Try to imagine when you get a promotion What else will you get? I get a pay raise Great You must be very happy Ya 你们刚可以看到刚刚跟AI老师Alex的对话 其实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所以对于比较害羞或是比较不敢开头的朋友来说 这个是一个蛮好的alternative 因为你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步调去学习 在开始之前你要先做一个测验 总共有八个level 它们是based on 你可以叫做CEFR的评分标准 就可以大概知道你的口语能力在多福 多福是什么? 托福、多意跟雅思中间大概是什么程度 除了基本课程之外 它们还有一个Premium Plus的版本 会包含Core Curricular Core Alex跟Business English 那透过这些由英语母语人士所拟定的课程 大家可以把真的英文平常用的那个语调啊 跟俚语跟习惯跟文法 把这些习惯慢慢的内化成为你自己的口语英文能力 Follow me Sales Sales Perfect 所有的内容都会有三天的trial period 里面也包含了超过300个doping exercise 超过200个免费的speaking exercises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会把LingoChamp的连结到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我会提外话 我是真的觉得那个Coach Alex 长得很像那个MBTI人格里面的那个角色 是只有我这样想吗 我们看我的前几天去日本城买的蛋粒品 首先我买了一个这个 我想要买很久的 易拉式搅拌器 就这样 然后他就会把那个食材给切碎的那种 拌出来就会觉得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刀工实在是太烂了 然后这个也没有很贵 我记得好像是60块港币就有了吧 在日本城买的 然后我买了这个Cain Opener 因为我本来的那个开瓶器不见了 然后我一直忘记去买 所以那天看到 就把它买下来了 这个也是我今天晚上要煮菜的时候用的 地板排水滤网锅 这个是一个泡茶用的茶袋 但是我是打算拿来 有时候我可能要熬简单的高汤 可能把小鱼干什么的放在里面 就可以用这个 然后我买了一个新的锅子 因为我想要把我现在那个锅子准备淘汰掉了 然后买了一个这样子有一点深度的锅子 然后这个是26公分的 然后大家知道吗 我家现在其实没有一个锅子是有锅盖的 所以我也买了一个锅盖来搭配它 大家看一下这个非常混乱的状况 最近家里来了几个大的包裹 然后导致有非常多的指向 因为我上个礼拜太忙了 我每天回家看到这么大一箱 心情就有点噗嘴 所以我现在就把它处理掉 对 分享完毕 谢谢大家 各位这个是我今天在家的OOTD 这一整套呢 都是在这个网店上面选的 我很喜欢这种宽松居家的感觉 不过这也只能在家里穿啦 因为现在出去穿这个会被当神经病吧 太热了 我今天第一次来我们大楼的健身房 我本来以为是没有人会过来这里的 结果我刚发现我旁边四个人 我现在有户外Vlog恐惧症各位 好可怕 我本来想说这里如果有瑜伽店的话 我download了一些workout的影片要做 这边没有 所以我只能腰直接集齐了 但是没办法 我已经付钱进来了 所以就 运动吧 今天跟大家说我心心念念想要吃的就是 肉酱意大利面 其实我之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也很常会自己做这个酱 因为他做一次你就可以分装成很多包 然后随时拿出来解冻煮个面就可以 又是一餐了这样 这个怎么用啊 我好像 诶 有吗 还没搞 原来是这样 我是第一次用这个开瓶器 请不要笑我 从这里打开是正常的吗 各位 下来 甚至是 在排饼前面 最后 即将 下来 这次 我们先把它打开 如果现在 我们下来 这个 i'm excit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we're sprinkled in just in your hand and we put a starlight in our sun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they we're going to be closed for you i'm ex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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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please set a timer for six and a half minutes your timer is set for six minutes in thirty seconds you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you literature what would that happen we love you yeah what would that happen he un dense manual Aqu Fixed Mascato Mascato就是比較甜的白酒 其實吃甜白酒跟這個pasta有點不搭 但是 Anyway Mascato 太晚起床的壞處就是時間一下就不見了 現在已經11點8了 可是我才醒來不到12個小時 最近6月啊 我做這份工作以來 算是最大的一個月 你知道那個production timeline把它擺上我的那個行事曆 非常的壯觀 你們想看嗎 但是我可能要稍微blur一點 因為上面有工作上面的資訊 每個顏色都代表不同的人啊 或是不同的分類 然後 大家最好看6月的嗎 是不是很誇張 有工作是好事情 所以我說我今天能夠睡到週五十二點半 我已經覺得非常之感恩了 然後我現在 要準備來把一些idea寫起來 最近發現啊 我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太忙的原因 就是 我很容易 會忘記 我腦袋裡面在想的事情 我有時候在走路的時候 或是 在洗澡的時候 就會想到一些不同的idea 可能是影片的啦 或者是podcast的 這個本子呢 就是我的 靈感筆記本 我會想到 你會想到 我會想到 你會想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